好主播就在剛剛這一刻 台灣司法史上 算是走到歷史性的一刻 現在大法官針對死刑犯 他們的釋憲案 做出了最新的判決 也就是說死刑它是部分違憲 但是剛剛大法官漏漏檔 講了那麼長 到底有沒有聽懂 我們今天特地的請來 專業的律師柳若婷律師 菱姐好 大家好 好律師 其實剛剛大法官 一直記出好多點規範 真的有聽沒有懂 那剛剛我們聽到 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是不是大法官他限縮了 犯罪類型的使用 譬如說精神病患 他現在假設犯下最嚴重之刑 但是不能判處死刑 對 的確是的 其實大法官在剛剛的解釋裡面 包括他的裁判裡面 講了非常多的事情 我們從幾個面下 來跟各位分析 首先第一個就是針對死刑 是不是核限的 是核限的 但是要被限縮 在什麼狀況下可以判死刑呢 第一個 他犯的最嚴重的狀態 第二個 要進到最嚴密的法律程序 正當的法律程序進行審判 都沒有問題的時候 可以判處他死刑 這個是法官 大法官宣誓的第一個重點 所以如果過往 雖然可能涉及到條文 是跟殺人有關的 可是沒有到很殘忍 很嚴重的時候 抱歉沒有辦法判決死刑 或者是說 他過去的審判的過程當中 可能有瑕疵 有可能有冤獄的情形 也沒有辦法判處死刑 所以大法官針對殺人罪 這個部分已經做了很多限縮 那當然也包括 像我們看到的 什麼魯仁勒俗 原本可能是唯一死刑等等 通通不能夠唯一死刑 他必須要改成相對的死刑 就有可能死刑 無際囤行 各種刑法 這是第一個大法官宣誓 再來大法官宣誓 很多程序面的 嚴格的限制 什麼狀況下才能判死刑 第一個 當這個被告 涉及殺人罪的時候 在警察局被抓到的時候 必須要有律師強制幫他辯護 以前可能在警察局 他雖然犯殺人罪 警察可以直接對他做這個筆錄 那就有可能發生刑求逼供 所以大法官要求一定要強制 一定要有律師到 涉及到這種重罪 殺人的案件 就死刑的案件 相關的法條案件 一定要有律師在場陪同 使得他的程序都是完備的 再來第二個重點是什麼 如果這個案件 真的要判處死刑 一定要何議庭所有法官一致決 三個法官 或甚至國民法官 再加上我們一般的 國民法庭的所有法官 通通一致決 你才能夠判處死刑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只有任何一個法官說 我不認同 我認為他不應該判死 就沒有辦法判死了 所以在這個法庭上面 法官必須要一致決 非常嚴格 第三個 到了最高法院 以前最高法院是不開庭的 最高法院只需要做什麼呢 看這個書狀 二省的書狀 認為該判對 那他就是駁回上訴 認為判錯了就是發回二省 但是現在要求最高法院 如果要判處死刑 你最高法院一定要開延遲辯論庭 你一定要請被告 一定要請辯護人 讓他出庭來辯論 也就是過往第三層不開庭的狀況 恐怕遇到死刑案件 通通都必須要開庭 那接下來當然還有包括 針對像是精神障礙者 以前過往我們都覺得 有一些人雖然他可能是精神障礙 可是沒有辦法達到這個 嚴重到法律上面豁免 讓他無罪的狀況 應該就要判死 他還是有這個意識能力的 可是在這個大法官的宣誓裡面 認為說他只要涉及精神障礙 你其實就不能夠把他判死了 所以對於精神障礙者 等於有很多的程序面要走 才有可能最終走到這個死刑的地步 然後包括如果他是在執行這個階段 他本來精神好好的 可是被關進去以後 開始精神出現障礙 連執行我們都要考慮 在執行的當下 他必須精神正常 如果他在執行當下精神有問題 很抱歉也不能執行死刑 再來大法官還有針對就是現在 例如說這些已經判決確定的 這些被告如果違背前面所講的 這些程序正義 這些沒有過往 沒有依照程序正義走的 都可以請求檢察總長 提起非常上訴來救濟 都可以重新帶來審判他的案件 所以大法官其實針對這個死刑 雖然存在 可是對他有非常非常嚴格的要求 你一定要達到這些要求程序 才有可能最終判處死刑 等同於某個程度上面 這個死刑是放在那邊 給大家好看的 其實大法官他限縮部分違憲的範圍 其實講得很清楚 尤其我覺得最大的變功就是 最高法院他們過去不開庭 現在既然要進行延遲辯論 還有就是之前37名死囚犯 他可能過去又遇到一些 嚴刑逼供的狀況 那等於說37名死囚犯 是不是看起來大部分的案件 都會翻出來重新審理了 對的確在過往我們的刑事訴訟法 沒有規定在警察 在詢問筆錄的階段 就第一階段警察問的時候 必須要有律師一定要在場 所以大部分可能沒有律師在場 可是最終法官 以前的法官判決案中出貢 都會依照在警察那邊做的筆錄 如果警察是刑求逼供 所做成的筆錄 最終就被變成 認定被告有罪的一個重要的基礎 所以他要求 如果當時候這些案件沒有律師在場的 恐怕這些案件就有被重新翻盤 重新來做調查的機會了 好 除了原本37名死囚 我們剛剛一開始提到的 現在一審已經判死了 包含什麼台南殺警案 還有新竹輪胎場大火的案子 還有之前在南投牛樟之大王 有一個嫌犯他槍殺四名員工的案子 這些案子也符合剛剛大法官 他做出的陳述 沒錯 你看一到了二審 就要改成一字決 就必須要第一個強制律師辯護 第二個在審判的過程當中 最終三位法官 三位法官做審判 必須同時都認為他必須要判死刑 才能夠判出死刑 所以到了二審過往 其實只要多數決 三個法官有兩個認為 要判死刑就判死刑 但是現在變成要一次決 所以只要一個人反對 這個案件就沒有辦法判死刑 更何況來到第三層 還要開延遲辯論 還要這些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五位喔 全部通通一次認同要判死刑 才能判死刑 所以現在後面所有的案件 要判死的難度 相對的更難了 因為其實我們從2019年 一直到2026年 總共有400多起的案件 包含剛剛有提到的殺人 人人數中比較重大的案件 最後就一件判死刑定案 那麼現在大法官他做出 這麼多條規定的 現在死刑好像就擺在那邊 沒錯 而且我們必須要注意到 就是我們的國民法官的這個制度 國民法官是由專業法官 加國民法官一起組成 如果必須要一自決 所有的國民法官加專業法官 全部都要認同死刑 其實在現在進到 國民法官的這個法庭上 難度就相對很高了 除了現在大法官做出 這麼多限制之外 包含我們的立法院 還有我們的法務部 是不是也要動起來進行修法 因為剛才大法官有提到 如果你剛剛不符合上訴的話 兩年內要進行修正 檢討 這個部分又是一個很長的程序 沒錯 其實大法官大概做法都是如此 現在做了一些制度上的調整跟變動 包括我剛才講的 以前最高法院不用開也只是辯論品 現在要開 那怎麼開 刑事訴訟法就要修改了 以前可能在警察局做筆錄的時候 律師不一定要強制到場 針對這些殺人案件 但現在強制要到場 也必須要修法了 所以大法官就告訴立法院 或者是法務部 你們等等 在這兩年內必須要進行 這些相關法律的配套措施 把它修正成為新的現行法 然後適用新的現行法去規定 而且也針對必須要到最嚴重 而且還有程序最合法的狀況 才能判死刑 這個也要落入法律當中 才能夠後面才繼續來做執刑 所以其實大法官他今天做出的規定 其實他解釋得滿清楚的 所以現在如果他手上有一些 關於死刑犯的案件的律師 他是不是要趕快把案件重出來看 是好多人都要把他們自己的案件 拿出來看說 看到底有沒有符合大法官他說的 對 而且我們剛才還特別補充一塊 就是針對精神障礙者 精神障礙者這一塊 不枉他只要不是達到 心神喪失精神號 或這種完全不用負責任的 其實就算他有一些精神障礙 他一樣犯罪是要負責的 甚至還判到死刑的 可是在新的大法官 這樣子的一個裁判出來的結果 可能這些精神障礙者 他就不用去處以死刑 那如果不用處以死刑 有沒有相關的配套措施 這恐怕也是後面法務部 要去傷腦結的地方 對 其實大法官 剛剛沒有提到什麼 終身監禁的部分對不對 是的 仍然是目前的制度 所以還是主於死刑無期徒刑 現行的制度仍然存在 只是要判死的部分 要求得非常非常嚴格 所以我剛才才會講說 幾乎這一部死刑雖然存在 但要用到他幾乎維乎其為 所以死刑事件 現在目前看起來 就是部分違憲了 那以這樣的狀況 當然有很多法律程序要守 包含剛才37名死囚犯 他們是不是適用於大法官 剛才講的狀況 但是這個部分都不會那麼快 因為現在所有死囚犯 他們的辯護律師 要趕快把證證拿出來 要一一審視了 沒錯 這37名死囚犯 都是已經屬於判決定業 結果回到剛才所講的 在警察局訓問的這個階段 有沒有律師在場 如果沒有律師在場 可以拿這個理由 一線在這個事件的判決問 裡面拿這個理由來申請 這個最高檢察署的檢察總長 來提起非常上訴 重新再來翻案 重新再來審閱這個案件 那當然重新審閱的結果 還要符合最嚴重 還要符合程序最正當 沒有辦法達到這個程度 就很可能最後沒有辦法判處死刑了 所以這37名死刑犯 很可能最後翻案的結果 通通都沒有死刑 所以其實以這樣的看起來 37名死囚犯 他們現在有準備嗎 其實律師剛才法官 他有針對一些罪責的細項 像有一些譬如說 如人認署他是無期徒刑 有一些細項其實這是滿罕見 而且這算是 為整個司法界投下一個震撼彈 因為對於罪犯來講 我現在知道哪一些罪 會辦出怎樣的刑度 那會不會影響到這個人的犯意 對 其實從大法官宣示 不只是哪些特殊的罪 幾乎大法官就宣示 未來要處於死刑難度難上加難 那在這種狀況下面 假設你會覺得你可能涉及到 未來可能涉及到死刑之罪 你可能也沒有那麼害怕 因為很可能你不會被判處死刑 就算有死刑存在 你也不會被判 那在這種狀況下 這個死刑制度等同於存在 跟不存在是差不多的結果 好 不然如何呢 現在大法官都已經做出了 關於死刑他是部分違憲了 那待會呢 大法官他會針對理由的部分 再進行詳細的解說 主播 所以現在現場要來關心 37名的死囚 共同申請廢死釋憲案 而針對了死刑的存廢與否 司法院的憲法法庭 就在現在的下午三點鐘 要進行宣判了 要來關心最新的狀況 好 由於37名的死囚 他們共同申請廢死的釋憲案 而就在現在要來宣判的是 如果判違憲的話 將會等同於宣告我國 邁入了廢死的國度 而結果如何呢 一起來關心 外界普遍的觀點認為 在美國還有日本等具有影響力的國家 仍然是保有死刑的 亞洲也普遍是仍然有死刑的制度 而且國內的民意有高達8成反對費死 所以就在現在 憲法法庭的事件結果如何呢 也即將要來宣判了 現在要帶您掌握 目前最新的現場狀況 這次的死刑 釋憲案是由今年72歲台灣最老的死囚王信福 等37名的死囚 他們共同提出了申請 主張死刑反對了 憲法的平等權生存權還有比例的原則 法庭113年憲判至第8號判決 請書記官朗讀按鈕 111年度憲明至第904052號 王信福申請案及相關兵案等 任各該確定中局判決分別所適用之刑法第271條第一項 第226條之一前段 第332條第一項 及第348條第一項 韓中華民國88年4月21日修正公布之唯一死刑規定 等規定有關以死刑為最重本刑部分 刑法第19條第二項 刑事訴訟法第388條及第389條第一項規定等 有違憲疑 申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即暫時處分案 好 現在宣誓判決主文 本庭受理111年度憲明至第904052號 王信福申請案及相關兵案等 也就是此刑案 於113年4月23日能延遲辯論 本日宣誓判決 判決主文如下 第一點 刑法第271條第一項 殺人者處死刑 無期突刑 或10年以上有期突刑 第226條之一 前段 犯第221條 第222條之罪 而故意殺害被害人者 處死刑 或無期突刑 第332條第一項 犯強盜罪 而故意殺人者 處死刑 或無期突刑 其第348條第一項 犯前條第一項的罪 而故意殺人者 處死刑 或無期突刑 這規定 所處罰之故意殺人罪 是親愛生命權之最嚴重犯罪類型 其中以死刑為罪重本刑部分 僅得適用於個案犯罪情結署最嚴重 且其刑事程序 符合憲法最嚴密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之情形 於此範圍內 與憲法保障人民生命權之意志 當處無為 第二點 中華民國88年4月21日修正公布 是刑法第348條第一項規定 犯前條第一項的罪 而故意殺被害人者 處死刑 有關處死刑部分 不問犯罪情結是否已達罪嚴重程度 一律以死刑為其為一致法定刑 不服憲法罪的原則 於此範圍內 與憲法保障生命權之意志有違 第三點 關於主文第一項案件 檢察官 司法檢察官或司法檢察 任人民涉嫌主文第一項之犯罪 該人民於到場接受訊問或詢問時 應有辯護人在場 並得為該人民陳述意見 刑事訴訟法就此未為相關規定 於此範圍內 與憲法保障人民生命權 被告知訴訟上防禦權 及正當法律成立原則之意志有違 第二點 有關機關應至本判決宣誓這幾兩年內 以本判決議事修正相關規定 預期未完成修法者管理主文第一項案件 檢察官司法檢察官或司法檢察 於偵查或調查時應一上來一直辦理 唯以法定程序完成或終結偵查及調查 其效率不受影響 第四點 關於主文第一項案件 於第三審之審判時 應有強制辯護制度之適用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八條規定 第三十一條之規定 於第三審之審判不適用之 未明定主文第一項案件 於第三審之審判時 亦應有強制辯護制度之適用 於此範圍內 以憲法保障人民生命權 被告知訴訟上防疫權 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意志有違 至本判決宣誓這幾次效率 有關機關應於本判決宣誓這幾兩年內 依本判決議事修正相關規定 第三層法院審議主文第一項案件 是本判決宣誓這幾應有強制辯護制度之適用 第五點 關於主文第一項案件 於第三審審判時 應經延遲辯論 使得預知此刑或維持下級審 預知此刑之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九條第一項規定 第三審法院判決不經延遲辯為之 但法院認為有 必要者得命辯論 為明定第三審法院 就主文第一項案件應經延遲辯論 使得自為或維持此行之預知判決 於此範圍內 與憲法保障人民生命權 被告之訴訟犯防疫權 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預知有為 有關機關應於本判決宣誓這幾兩年內 依本判決議制 修正相關規定 第三審法院審理主文第一項案件 至本判決宣誓這幾 應依本判決議制辦理 第六點 科除死刑之判決 應經各級法院 何以典法官之一致決 法院主持法 就主文第一項案件 未明定 應經何以典法官之一致決 使得科除死刑 以憲法保障人民生命權 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預知有為 有關機關應於本判決宣誓這幾兩年內 以本判決議制修正相關規定 各級法院管理主文第一項案件之審判 至本判決宣誓這幾 均應依上該議制辦理 我以本判決宣誓時 也已作成之立審判決 其效力不受影響 第七點 關於主文第一項案件 被告於行為時有刑法第十九條第二項的情形 不得科除死刑 使符合憲法罪責原則 有關機關應制本判 也宣誓這幾兩年內 檢討修正相關規定 於完成修法權 法院對於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至行為時辨識行為違法 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檢註降低之被告 均不得科除死刑 第八點 關於主文第一項案件 法院對於審判時有精神障礙 或其他心智缺陷 至訴訟上自我辯護能力 明顯不足之被告 不得科除死刑 使符合憲法保障人民生命權 訴訟上防疫權 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意 有關機關應制本判決宣誓 至此兩年內檢討修正相關規定 與完成修法權 法院對於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至審判時訴訟上自我辯護能力 明顯不足之被告 均不得科除死刑 第九點 關於主文第一項案件 受死刑之預知者 如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情形 至其受刑能力有所欠缺者 不得自行死刑 刑事訴訟法及監獄行刑法等相關規定 就未達心神喪失程度之 傷害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者 欠缺不得自行死刑之規定 於此範圍內 以現法保障人民生命權其正當 法律程序原則有違 有關機關應是本判決宣誓至至起兩年內 研討修正相關規定 與完成修法前 有關機關就欠缺受刑能力之 散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者 不得執行死刑 第四點 本件各申請人據以申請之各該確定終局判決 所認定這個案犯罪情結如非屬罪嚴重 而仍判處死刑者 其與本判決主文第一項意思不符 各申請人如任有傷害情形 得請求檢查總長提起非常上訴 檢查總長亦得意識權 就各該確定終局判決 認定是否有傷害情形 而決定是否提起非常上訴 第四點 申請人36級37 就據以申請之最高法院89年度 台上市第2196號刑事判決 得請求檢查總長提起非常上訴 檢查總長亦得意識權提起非常上訴 最高法院於撤銷上訴 最高法院於撤銷上開判決後 應一本判決議詞 適用規則規定4而為判決 第四點 本件各申請人就據以申請之各該確定終局判決 所適用之判決 所適用之刑事訴訟法第388條 及第389條第一項規定 不符主文第四項或第五項意識部分 各得請求檢查總長提起非常上訴 檢查總長亦得意識權提起非常上訴 為各申請人之各該確定終局判決 夜經延遲辯論且有辯護人參與者 無上開個案救濟適用 第四三點 本件各申請人就據以申請之各該確定終局判決 依法院主持法相關規定所謂是評議 不符主文第六項意識部分 除有證據證明各該確定終局判決 系以一次決作成而外 各得請求檢查總長提起非常上訴 檢查總長亦得意識權提起非常上訴 好想問最新的司法消息 就在現在由於全台灣有37名的死囚犯 他們聲請死刑抵觸了憲法 由大法官來做出裁定 而就在剛剛已經宣判了死刑部分違憲 維持原本的死刑判決 但是限縮犯罪的類型還有對象 而裁定的理由稍後將會由司法院召開 來分析跟說明 說到死刑的存費是台灣社會矚目的議題 憲法法庭稍後三點就要宣判死刑是否違憲 但我們來看到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的研究員 許家興他的立場 他是認為說國家可以考量保留死刑 他有提到了其實死刑存費 是在兩種價值體系的衝突縫隙當中的 那麼縫隙還塞滿了火藥 那麼憲法法庭沒有辦法透過解釋 其實就得到跨越價值體系 讓公眾可以廣泛接受的一個結論 也的確像是贊成費死的人可能認為 死刑有誤判的風險生命不可挽回 但反對費死的人卻認為如果費死的話 台灣將不再有公理正義 那麼事實上稍後三點就要宣判 這個死刑是否違憲 而有37名提起釋現的死囚當中 其中包括的就是林瑜如 他是涉嫌殺害了婆婆媽媽還有丈夫 被判處死刑定驗的 有沒有可能因此而翻案逃過死刑呢 但是對此這個死者的姑姑就表示 如果他真的躲過死刑也太沒有天理了 也質疑殺人免死的話 這個社會就要打亂了 為了償還賭債 涉嫌殺害自己的親生母親婆婆 跟丈夫三個人 她被稱為金氏媳婦的林瑜如 2013年被最高法院判處死刑定驗 被警方帶出法庭時 走得直挺挺一派輕鬆 而她是目前37名死囚當中 唯一的一名女性 她們共同提出死刑違憲 向憲法法庭申請釋憲 她的律師甚至提出她的心智缺陷來抗辯 11年前林瑜如丈夫的姑姑得知她宣判死刑定驗 還直接在家門口放鞭炮 感謝老天得以伸張 她們認為林瑜如又會下六合彩 又會改良製作臭豆腐的機具 心智跟正常人一樣 不過現在林瑜如跟死囚們提出死刑違憲 律師也堅持心智缺陷來抗辯 真的有可能躲過死刑嗎 我覺得她如果真的有被死被搶了 或許很多人做壞事情 現在他們覺得是沒關係的 那這社會不是要亂的嗎 當年發生這起駭人提文的命案之後 劉家第三代經營的秋豆腐工廠也被迫關閉 雖然短暫有親友接手 但最後還是結束營業 就連附加住處都轉賣給別人 姑姑感嘆當年死刑判決出爐後 她的爸爸誤病在床 當時還激動地說兩條命換一條命並沒有冤枉 不過在父親過世之後 大家就沒再關注林瑜如何時能夠伏法 姑姑強調政府不執行死刑 已經對不起被害人 如今還要視線免死 劉家兩條人命該向誰討回公道 恐怕也會讓被害人家屬 對司法的最後期待永遠破滅 多宣慧永青在南投上報導 好 我們看到死刑的事先案三點 就要進行宣判了更多法律分析 我們把時間交給一節 對 然後這個 好 主播來關心 今天是我國司法史上歷史性的一刻 因為今天將會討論台灣到底死刑存在還是廢除的問題 那麼最主要就是因為有37名死囚犯 他們力拚槍下留人 究竟此行今天是否和憲或違憲呢 下午三點將做出宣判 那當然聽起來很困難 因此我們特地請來專業的律師 劉維婷律師 易姐好 大家好 好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談到 這次死刑的事先主要有三種結果 第一種就是和憲 也就是像現在一樣維持不騙 37名死囚犯他們會繼續在獄中來等待伏法 那還有另外一種違憲 等於說現在的死刑制度被挑戰了 而且這37名死囚犯所有的案件都會重新來量刑 但是法界推估現在最有可能 可能是部分和憲跟違憲 也就是說會限制整個犯罪類型使用的對象 但是聽起來很難懂 什麼意思 律師 好 跟大家來解釋一下 所謂的部分和憲代表就是說 在我們中華民國相關的法律裡面 仍然存在有死刑這個制度 所以它是和憲的 只是過往其實我們現在的法律 包括陸海空軍刑法 刑法 甚至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等相關的法律 很多犯罪行為都規定有死刑 有可能大法官會覺得 這50個都跟死刑有關的罪太多了 而且這樣好像很多罪都容易判死刑 所以將它限縮成可能只有20種罪或10種罪 例如說我們過往殺人罪會判死刑 或許大法官認為殺人罪最高只能判到無期 所以就把這一條的死刑拿掉 類似這樣子叫做限縮性解釋 雖然還是有部分很嚴重的罪 它一定判到死刑 例如說我們販賣毒品現在是死刑跟無期徒刑 那有可能維持 可是有一些罪法官 大法官覺得沒有這麼嚴重 因此限縮掉 那這是一種可能解釋的方向 也可能大法官認為說 除了廢除死刑以外 部分維持有死刑以外 要不要有其他替代的處罰 包括所謂的終身監禁 大家知道我們目前的法律只有無期徒刑 沒有終身監禁制度 所謂的終身監禁制度就是 永遠關 不要出來 但以目前我國的法律的無期徒刑 是關滿30年或甚至關滿15年 就有機會申請假釋的 也就是殺人犯有可能15年後 就離開監獄了 所以也有可能大法官會針對這些 未來除了死刑部分存在以外 還有一部分可能沒有了 但要不要更改成其他制度 另外針對 例如說現在已經判決定驗的 或者是還在審判當中的 可能針對大法官也要有不同的事用 例如說已經判決定驗了 要不要重新判啊 立法院要重新立法啊 又或者現在正在審判當中呢 要不要依照立法院未來修好的新法 或是大法官認定的新法 來做一些判斷 這些都是大法官 在今天下午3點宣判的時候 要解決的問題 好 其實簡單來講呢 就是37名死窮犯 他們各自犯下不一樣的犯罪類別 有的是殺人 有的是辱人惹熟 那到底哪一些罪呢 會不會判處死刑 大法官他們會做出解釋 但是現在大家就想問啊 難道如果違憲的話 37個人直接讓他們出來嗎 當然不會是這樣子 的確如果直接就宣告違憲 有這個可能性 只是過我們大法官 不會這麼貿然的 直接宣告違憲 通常會宣告 暫時兩年時間 或三年時間 或一段時間 讓立法院重新去調整 重新去修法 去審視這50個 相對有執行的這個法條 到底哪些應該怎麼調整 以及在這個過渡期 究竟已經在審判當中的 要適用新法 或者是先趕快用舊法處理 或者是已經判決確定的 是不是就應該重新拿回來再審等等 這都會是在大法官可能解釋理由書當中 或者是一個補充說明當中 會再去說明應該怎麼處理 不太會是直接貿然 就讓這些死刑犯就放出來了 好 其實呢 今天最主要會有這個死刑事件的原因 就是全台灣最老的死囚犯王幸福 他是申請了事件 那包含影響的是37名死窮 那之外呢 事實上這一兩年 台灣社會陸續續發生了一些 害人的殺人事件 包含了台南殺警案 兩個冤警他們中了55刀 一審被判處兩個死刑 那麼律師 今天的事件結果 會不會影響到 凶嫌林信武他之後的判決 當然是會影響 如果假設真的被大法官宣告 這個死刑有違憲的狀況 勢必未來就不會有 執行死刑的結果 所以這些相關的 已經被判死刑的 恐怕就得全部重新再審 重新再來判 而且我們法律規定的原理原則就是 重新 重輕 重新的法 重輕的法 所以如果未來沒有死刑 而這些被判死刑的死刑犯 勢必一定會再審 重新審理 有可能改成其他的徒刑 好 其實呢 台灣已經四年沒有執行死刑的槍決了 那數據呢 是2019年到2022年 這五年呢 只有一件 不管你是判下殺人啊 強制性交等等的呢 就只有一件被判處死刑定案 所以今天呢 算是整個死刑事件的 重要的里程碑 那麼律師 其實現在大家就想問啊 那假設真的死刑有部分違憲的話 是不是還有很長的一條法律要走 包含修法 的確是的 其實不管我們最後的結果 只要是變動現狀 對於目前已經存在的現狀 一定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所以大法官一定需要讓現狀 再慢慢的調整 不會是一下子冒然的 就這樣整個死刑被除掉 所以一定會在定一定的期間 讓很多不管立法院 或者是相關的機構 像我們剛才提到 如果假設真的希望有存在 所謂的終身監禁制度 包括監獄可能都得蓋新的 都得有新的適用 法條也得修新的 所以還有很長一條路要走 還需要調整的 那當然這是一個歷史性的一刻 也是一個歷史性的開始 我們尤待大法官最終做出的一個判決 好 實行存費呢 其實就是兩套價值觀的衝突 那麼今天大法官呢 會針對這個部分進行判決 那到底這兩條 兩條價值觀 兩條平行線 我們可能交會呢 待會兒就等到三點 大法官的宣示結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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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